那麼既然現在所在位子就在墾丁的南灣這邊 那麼可以看到現在在墾丁的雨勢是已經停歇了 不過在海邊的風勢還是一陣一陣的吹來 風勢還是有點大的狀況 而且透過畫面你也可以看到 其實在海邊這海浪還是不斷有一些長廊是持續的來拍打上岸 那麼其實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整個沙灘 其實也都是被颱風經過的一個痕跡明顯都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在沙灘上就可以看到有許多的漂流木 通通都是殘留在沙灘上 大大小小的漂流木大大小小的木頭就直接殘留在沙灘上 很明顯看得到昨天颱風的風勢跟雨勢最強勁的時候 就把這些漂流木給帶上岸邊 而今天一早雨勢停歇之後 其實在一大早也有一些民眾是跑來岸邊來觀浪 那麼除了觀浪之外他們也表示想要來看日出 那麼也代言聽一段稍早訪問 昨天颱風有覺得有感覺嗎 沒有 就是還好 就是還好 就是有雨但是就風雨還好對不對 對 那今天有預計要去哪裡嗎 就行程不受影響 沒有就亂起 對所以就是颱風走行程不會受到影響對不對 對 那早上想要來這邊觀浪看日出嗎 看日出吧 好可以聽到呢 這些民眾呢 其實本來這幾天呢就在墾丁旅遊 那昨天呢是碰上了颱風 不過他們表示呢 其實他們行程不太受到影響 而只是因為現在呢 因為颱風其實雖然是逐漸的遠離 但是在今天呢 在屏東地區呢 依舊是有發布大雨特報 甚至山區呢也是有這個大豪雨的特報 也因此呢在整個山區呢 以及呢現在海邊的部分呢 在海灘也都是有這個封閉的一個狀態 尤其呢沙灘呢 現在這個在警報還沒解除之前呢 也都是封閉的一個狀態 那麼就是希望呢民眾不要靠近 避免有任何的意外發生 那麼也提醒您 在這個整個颱風遠離警報 海上路上警報解除之前呢 也都要特別留意特別小心 所以